如果說像剛剛 馬上就有那個 在座有那個同學 馬上反應很快 就是說如果不這樣做 這個可能要往前 往前推一下 如果 我不這樣做邏輯判斷的話 其實可以怎麼做 1 可以把START 起始值改成3 後面的話呢 把它怎麼樣 構點 改成什麼 改成3 也就是第1個3嘛 再3個就6嘛 再3個就9 一直到99 就 再來就過了 就停下來 結果一不一樣 剛剛是1683 現在的話執行 也是1683 有沒有 那相對的 程式就小寫一行 OK 不錯 蠻好的 所以我說 程式沒有標準答案 有時候我直覺想 我可能就會想剛剛那個方法 直覺的 但是有的時候 對 其實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因為有的時候 可能習慣問題吧 第一個會覺得 乾脆就用邏輯判斷 判斷一下就好了 不會特別會去想 原來還有STEP 也可以 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有的時候 真的沒有標準答案 每個人想的也許不一樣 也許 你們有時候想出來的 可能還 比我寫的更好 這個我完全 這個 支持啦 你們怎麼寫都沒有關係 反正 我覺得這沒有標準答案 程式語言 就是 反正 還是要順著你的 所以我說 一定要寫的很自然 真的不要很照做 不要刻意去背 刻意去 一定要怎麼樣 才是最好的寫法 我覺得反而是 自己習慣的寫法 是最好的寫法 很自然的 你就會 就像你說話一樣 你說話會很照做 一定要 一定要 我下一句要怎麼講 沒有吧 很自然的 我就把它講出來了 每個人的講法也不一樣 但聽得懂 聽得懂 對不對 有沒有聽不懂 沒有聽不懂 這個 程式語言也類似 你這樣講 他聽得懂了 就OK了 你另外一種講法 他也聽得懂 沒有說 你只能用那個方法 不能用這個方法 不行吧 沒有老實說 你以後講 一定要這樣講才可以 好 這樣的話不是很奇怪嗎 又不是 古人用文言文 可能要很 很很 仔細 但是 也許我們現在就是很 自然的在 白話文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剛剛的一個 變化題 所以盡量多 給自己一些多的 練習 變化題 那這個變化題的話呢 我們 在 第 這個後面的 我選得太快了 在前面的部分的話 來變化題這個 那寫法的話 第一個 範圍先給他 所以 如果你的寫法 那你第一個 你也可以 也許可以新增 一個 一個 按右鍵 一個 一個 OK 然後呢 裡面的話 第一個我們可以想說 範圍 範圍的話照著打 4 I In Ranch OK 這個剛開始的話 這個可能慢慢習慣 那剛開始1 逗點 到多少 到10嘛 停下來 所以11 OK 因為12345678910 然後冒號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print出來的話 我要剛好的 有1嘛 然後第一次的話 加0.1 不過剛剛有同學是 直接這邊逗點 好像加0.1吧 可是 Stave他要整數的 他不能小數點 OK 不然他會跟你講說 沒辦法 這個地方一定要整數 那我們接下來怎麼做呢 就print 特別說 print一定要寫在裡面 因為我只要執行一次 我就print一次 那一定要有1嘛 所以1加到多少 1加上 0.1 那0.1的話呢 是每一次都要加 所以第一次加 0.1的1倍 第二次加0.1的2倍 所以後面乘上什麼 乘上i 有沒有 那我們可以先 乘完之後嘛 先乘除後加減 這個道理 跟 乘式一模一 乘式也是這樣 所以呢 1倍 所以第一個 0.1的1倍 1加上0.1就1.1 它2倍 變成0.2 就1.2 以此類推 所以結果就OK了 程式就寫完了 不過 這邊恐怕會有個問題 再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那你會發現呢 它會出現一個狀況 1.7居然多了一些怪怪的東西 也就是說 乘完之後呢 它多一些 很小的數字 結果它就放在後面 當然我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兩個方法 跟那個eSale很類似 eSale裡面的話呢 不知道各位用過那個 假設這個東西 如果你把它 照 eSale 因為我用eSale來講 可能大家會比較 比較清楚 因為eSale大家應該都會用 如果把這個數字呢 把它放到eSale裡面去的話 那 它的預設值 有沒有 貼上 再貼一次 你會發現它 自動 把它去掉 假設老我自己加一下 OK 這樣好了 那你會發現呢 如果說我今天 有幾個方法 可以讓它 小數點去掉 第一種方法 你可以什麼 插入函數裡面有一個 叫rump的函數 各位應該有用過吧 在數學裡面有一個 rump的函數 rump的 那如果你用rump的 把這個數字給它 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它就變1.7 那特別注意 這個方法是真的把 這個值怎麼樣 真的變1.7了 另外一個方法是什麼 你可以用什麼 上面的格式 把它減少小數點 OK 那特別注意 這個的結果跟這個結果一樣嗎 不一樣 應該有概念吧 rump的是真的四捨五入 就是那個 00002那個不見了 那這一個 的話呢 它實際上還在 只是說我把它隱藏起來而已 所以一個是格式 這個是格式 這個是真的是把它適捨污掉 所以呢 同樣的道理喔 在python裡面呢 應該 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就是第一個 也許我可以吧 在 這個外面喔 可以包一個rump的函數 特別是兩邊居然是相同的 名稱也一模一樣 rump的 把這個東西 後面 d0.1 或括弧 其實用法 跟那個什麼 跟在這邊一樣 rump的 rump的 括弧把這個東西放進來 然後d0.1 有沒有 一模一樣的寫法 那如果你用這個方法的話呢 把它去掉看一下 執行一下 OK 這個時候呢 1.7後面東西 就不會出現 不過rump的 是 真的 幫你把它 適捨入掉 不見了 第二個方法是格式喔 格式的話呢 在 python裡面 這個第一種方法 OK應該可以懂嗎 rump的包起來 那第二種方法是什麼呢 第二種方法 把它註解一下 換你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格式化 格式化也非常重要 這個地方 那格式化的話呢 怎麼做呢 這邊把它 tape一下 那我如果不用rump的 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要把它formate掉 變小數點的第二位的話 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可以 在 這個 這個print的前面這邊 跟他講說 這個d0.1要拿掉 跟他講說呢 我要取到小數點的 第二位的格式 所以格式的話呢 這邊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雙銀號兩個 然後裡面的話呢 在大瓜壺 中間加個冒號 如果你要做formate的話 而且可以參考 如果這個怕記不起來的話 在那個 我們講義裡面 formate這邊有 那就寫成這樣就對了 也就是先給格式 後面加一個formate 把值丟過來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就小數點的第一位的話 就點 1f 那大家顧名思義嘛 如果第二位的話 就點2f 一直在推 這個前面這一串敘述 就是我要輸出的格式 然後呢 點後面的話 加個formate formate出來了 不過他會多一些東西啦 把這刪掉 然後呢 再把後面的詞 放在那個formate裡面 那他就會幫你怎麼樣 把這個詞 格式化之後 再輸出 格式化之後再輸出喔 這個 欸 是 這個是Python的bug還是說 因為 照我們來講 我們學的數學是 你加0.7 不會突然跑出一個 後面有很多的0的2啊 對這個 這個才可以再找 不過 我們主要 先不用去管那個 他裡面的 狀況 我們先解決是 怎麼樣把小路線拿掉好了 至於說他裡面產生的詞 也許可以再查一下啦 OK 因為他裡面等於是會 幫你再增加一個很細的 很小的一個詞 放在後面 對 然後我們就擔心他算出來的數學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 恩 這理論上應該 這個問題應該是還好啦 我覺得 因為 只要他 Python背後當然他怎麼去run 他有他的一個function 他有他的函視庫 如果 如果至於說他為什麼產生多那些東西的話 那要另外一個問題了 不過我們現在先解決 假設我們要把那個 那個詞先讓他去掉的話 那怎麼做 OK 所以記得喔 我們可以讓他取到小數點 第一個是真的把他 四捨五路 用run的 第二個是說 我就給一個格式 跟他講說 我只要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後面不要讓我顯示出來 那我可以用format 所以這個結果的話 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結果呢 也會是 看到是沒有小數點的狀態 OK 那 哪一個方法 比較好用喔 而且比較重要 我建議喔 各位這個format 一定要熟悉 因為將來喔 在Python裡面 很多地方 都會需要用format 就有點像是什麼 在eSale裡面喔 你要做格式化 一樣的道理 eSale裡面它 本身 這個是它內建功能 另外你也可以按右鍵 這邊有儲存個格式嘛 那其實它的format test 在哪裡 就是這個嘛 它裡面的文字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0.0 其實就是它裡面的那個 就是 格式化的語言啦 那 其實它有用format 類的概念 只是說呢 它是 很自動的幫你產生 比較不需要就像Python一樣 你要下指令才能完成 但是其實邏輯上 我覺得都一樣 只是說讓你看起來好像不一樣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最後 假設我今天需要 把那個 剛剛 那個這個 變化體裡面 做出來的話 那請各位試一下 兩個方法 一個run的 不過run的我好像沒有寫在 講義裡面 所以這個可能自己再補一下好了 用 那為什麼 特別講format 因為format後面 會用到的 機率是蠻高的 因為會用format 真的可以 可以讓你的程式 簡化非常多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後面還有一題 再來的話呢 就要進入到 那個 回圈裡面的一個 算是小魔王了 為什麼 因為 再來的話呢 我需要請各位 幫我產生一個 九九成法表 那這個九九成法表 不是叫你組行 自己慢慢打上去的 而是 你必須用回圈 把 這一個 九成法 產生出來 然後另外的話 這個回圈裡面 會需要有兩個回圈 第一個回圈是 前面的 前面那個叫什麼 被陳述嘛 後面那個叫陳述嘛 反正 這個我不是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前面 我記得 因為 好像網路上有人在討論 因為突然考小朋友 結果小朋友回去問爸媽 就沒有一個爸媽 答得出來的 因為他小孩子寫錯了 前面後來我記得 原來 所以現在是我小朋友問我 我就知道了 可以回答他 因為很多東西 連爸媽都不會的 如果小朋友 有時候 有時候 那個科研拿給我看說 爸爸這怎麼做 這個 我也不會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 九成法表 待會我們要做練習 但是這一題是真的相對困難 不過這一題其實可以用format 就可以讓他簡單很多 OK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先把那個1.1到2.0的部分先完成 然後配合那個format format是比較 一般常用的 run的其實也OK啦 那至於說那個你說 你會懷疑那個 Python的精確度 其實這個問題我是比較 不用擔心 因為 全世界有這麼多人用Python 連Google 自己都用Python 如果有問題的話 應該他們會去解決 所以 這個天塌下來有個子高的頂住 我們個子沒那麼高 所以 不用去帶這個問題 我們要解決問題是 怎麼樣把Python學好 然後呢 真的可以應用 OK 所以 OK 試一下 然後 把那個99成法表想想看 我要的就是 前面的1 就是 等於是它的列 橫向的 第1列 第2列 第3列 第4列 然後後面那個 前面的被陳述是 列橫向的 然後後面的陳述是 縱向的 OK 這樣子 然後最後再把兩個值給相承起來 這個現在是有點困難 當然我們要想一個方法 不是叫你要土法鏈鋼慢慢去寫 而是說 有沒有一個方法可以寫又簡單又快速 可以把結果給做出來 試一下 然後 進到 其實 小 провер 那 我的 谢谢大家